中东的局势实在是太不安定了 在那边留着实在是令人无法安心 因此呢我们看到大陆的媒体告诉你说 在这个迫在眉睫的时刻呢 中东的局势既然是升级了 所以有一些经过中东的航线 都要避开冲突的地方 10月2号 一共146位在黎巴嫩的中国公民 他们呢加上5位外籍的家属 搭了包机还好还好 非常安全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那么呢你也看到在国庆当天说 中国飞机逆行中东炮火中 开出回家路 这个视频里面呢 甚至也带你看到是大陆的这个航班 它是怎么样怎么样 当天的一早是到了黎巴嫩 这当然是有风险的对不对 然后呢也告诉你是如何来飞行 它的路线是怎么走 并且最终还是安全的回家了 回到了中国 当然呢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安心 有人就说祖国永远值得信赖 而且大陆的媒体新华社 也提到撤侨分两批 第一批69位在黎巴嫩中国公民 11名外籍家属到的是塞浦勒斯 第二批则是呢 在黎巴嫩的中国公民 他们是搭了包机回北京 看到这里呢 说实在的 这个蔡委员 我们看到这个大陆呢 一方面是直接告诉你说 怎么样让大家平平安安的回到家 能够脱困脱险 而且他其实也把这个路线告诉大家了 可以说是非常的详尽的解说 真的是让人看得安心吗 大陆在海外有很多的这个住点 也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所以他们很多的侨民工作人员 当遇到比较紧急状况的时候 他们都有整套的 很成熟的座位程序 上一次在乌克兰也是如此 这一次在黎巴嫩也是如此 所以几乎在大陆的外交单位 在这方面 第一个他们作业完整 第二个他们资源充沛 第三个他们经验老练 所以该怎么做都已经很成熟的一套运作 我们看了当然很羡慕 难怪说他们的侨民被撤离的时候 就觉得祖国是我最好的依靠 不像在清朝末年 咱们中国人如果到了什么 都会有排华运动等等 现在大概没有人敢排华了吧 所以这个就是国家强大的好处就在这里 就是说你不惹人 人家也不敢惹你 这已经是最高境界了 这一次在黎巴嫩更是如此 就像这个撤离的过程里面 以色列不敢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他就在撤离的巴士上面弄着五星旗 对 很大的五星旗 有没有看到 撤离时车顶上贴国旗 就告诉你以色列空军轰炸的时候 你眼睛最好亮一点 当然有打过招呼 这部车子是中国的车辆 上面五星旗 你们在空中一定看得到 方便它识别 方便识别 也没错 因为有时候搞不清楚这个车跟那个车 因为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时候 真主党也拿不到五星旗 所以这个很方便的来这样识别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国家强大 它的保护力能够延伸到全世界 一个最好的证明 是 而且其实是展现出了是 这个非常缜密的作业规划 并且也看得出来就是实力最重要 就是为什么人家要给你方便 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这个介大使刚刚不仅是看到说 我们看那个视频 它里面告诉你说 是怎么样飞到黎巴嫩那边过去 然后那个路线是怎么样走 最后就是开出一条回家路 最终最终其实就是要展现出 祖国的强大 让你祖国的怀抱里安心的回到家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上面贴着这个五星旗 这个里面其实就有当地人就透露 这个湖北人戴先生 他说撤离的时候车顶贴国旗 跟我们以前看的电影战狼的场景很类似 二号清晨十个小时的飞行 戴先生跟同事就平安到北京了 他就说感觉真的很幸运 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甚至他也提到说 他们当时都有注意到 连黎巴嫩的警察都在后面护送 所以他就觉得说 确实是比较安心 能够离开这个地方 那是不是也因此 因此 所以当台湾人在那里的时候 还是要求助于中国大陆 这才是最快的捷径呢 因为后来就看到 这个大陆的外交官员 就在当时就说 有台湾人在里面 那他是这样 是台湾人是搭的中国的货轮离开的 有一个台湾人 后来我们的外交部也讲了 他说 台湾驻约旦代表处 尖辖黎巴嫩 是一直在跟 黎巴嫩六个台湾民众保持联系 有三名十月初返台 二名因家庭因素要继续留在当地 但是有一个台湾人 因学业考量选择不撤离 那是九月的时候 临时搭了中国所安排的货轮离开的 所有的过程 我们的代表处是有掌握的 但是呢 他却不是经由台湾方面的协助 而是搭乘着中国货轮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这个我们那个外交部要检讨 对 你这个台湾学生的税是交给 这个民进党政府 对 怎么有问题的时候 民进党政府的驻外机构 就没有出力 那个不难啊 你找一个货轮很容易啊 对不对 你要帮他忙嘛 怎么会最后是做中国大陆的货轮呢 对 那以后我们交税给这个政府 对不对 我们出了问题 他不负责 这个我觉得外交部 尤其那个林佳龙要好好检讨一下 对 他那个 他等于就是说 他没有 他没有尽忠指手 所以他是说 所有的过程 我方都有掌握 掌握是不够的 那更好笑啊 对不对 你掌握你应该把他接回来 你帮他找个货轮嘛 是 对不对 你这个这个简直是说不过去 我觉得林佳龙应该到立法院去报告 好 他大概他也外行 他也不晓得 这个 我们过去一直就有一个训令就是说 我们在海外的桥民 第一个时间要撤离的时候 一定要我们想办法帮他撤离 对 这是一个政府应该负责任的表现 是 你怎么都掌握状况 最后他做了大陆的货轮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不过去 是 说不过去 反观大陆的这个撤侨是什么 又快又安全 是吗 大陆因为他的国家强 他国家强 事实上的话 你这里面的话 基本上 他这个有SOP的 他撤侨都有SOP的 你说在车辆上放这个国旗 我想他都是 事先都是有一套作为的 然后大陆这次 大概两百多个侨民 其中大部分是 大陆在这个 贝鲁特帮他们修建一个音乐厅 修建音乐厅的人有两百多人 所以呢 这次基本上都撤回来了 那这个就平常 就变成住外的管处 他要跟在地的侨民 要随时保持密切联系 你不能说掌握不住状况 一有状况的时候 你随时跟他可以直接联系 然后把你提供的这些 要撤侨也好 要如何如何也好 你这样侨民都很快 第一时间都知道 那这个是一个 有系统的作为 我觉得住外管处 我们以前 我们做得也很好 我们平常都有SOP的 不段时间我们都要把它update 然后我们要 资料都随时可以更新的 资料随时更新 现在没有了 现在我觉得在这个 吴钊燮的外行领导下 再加上林佳龙 这个嬉皮笑脸 男前就说 搞不清楚状况情况下 怎么会让我们的学生 做大陆的轮串 这有点离谱 对不对 他要出来负责任 对 你这个政府这么台独 对不对 那我们的人民今天找大陆 将来就 你这个政府 大家不信任你 对不对 问题你还向我们收税 我们第一个要你提供福 你用人不提供福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特别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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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